那今天我們就是 一般現代人 其實最在意的就是關於這個初老的問題 那初老呢主要就是看第一個 眼周的細紋及黑眼圈 第二個皮膚的鬆弛 第三個就是毛孔肌膚的按摩 那要同時解決這些問題呢 你可能以前以往必須接受很多不同的療程 不同的雷射 不同的電波拉圖 但是現在今天這個所謂的醫美粹 水滴電波的這個發明 它就是一台機器同時間可以改善 我們所有剛剛提到的這些問題 它利用這個電波的原理呢 可以改善肌膚的鬆弛 好 那眼周的細紋 那另外呢 因為它同時具備有這個分段式飛縮的一個設計呢 讓這個電波可以有玻璃式的一個換膚 所以對於這個毛孔 對於甚至於皮膚的暗沉跟斑點 它都可以有非常好的療效 皮膚的傷害我們都知道 最主要造成皮膚老化的原因呢 百分之八十呢 是來自於這個陽光 紫外線的一個傷害 所以說呢 在這個 快要到這個夏天之前呢 大家就必須要注意到說這個 防曬是一定必須要注意的 然後另外保釋呢 這裡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是一個分段式電波的概念 可以在比較低的副作用的情況之下 有效的治療一些出勞症的面向 譬如說細紋 毛孔或者是一些輕微的鬆弛等等的問題 那我們在做治療的時候呢 就是記得這個探頭要服貼在皮膚上面 那在這個一發跟一發之間呢 要稍微有一點點重疊 那就是像這樣子比較平穩的走完一整個臉 那比較厲害的毛孔的區域 像是黎翼的兩側呢 我們可以做兩次到三次都可以一次 不是說一次的治療可以做兩輪到三輪 然後就像這樣 就這樣走完全臉 其實是速度是蠻快的 如果做得順的話